有一個下雨天 小民突然心血來潮 想去吃黎家20公里 名為 二十二世紀炸雞 炸雞 但是他的店名叫 二十二世紀炸雞 因為是下雨天 所以小民就攬來一部計程車 上車以後司機就問 去哪裡 小民回答 我要去二十二世紀 司機說 拜託 我開的是計程車 不是時光機 老婆洗完澡 穿著內衣走出來 老公講 親愛的 你很有日本明星的風患 老婆一聽非常的高興 日本明星 哪一位 老公講 曹青龍 老婆講說 怎麼沒有聽說過 這個曹青龍 老公回答 是相譜 有一個同事在婚 婚禮上主持人問青龍 問青龍 問青龍 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貴 疾病還是健康 你都願意照顧他 跟他失守一生嗎 這青龍 說 我願意 這時候從教堂的另外一端 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是前期 上次你也是這麼說的 爸爸問小明 你在學校哪門功課學得最好 小明講 我現在有協會特技 他說 有這門功課嗎 小明說 當然有啊 我協會了 空中接魂筆 另外呢 我還協會了 站著睡覺 另外還會 隔空作弊 在監獄裡面 監獄的警察 衝著一個犯人喊 喂 你老婆來看你呢 這個犯人就問 哪一個 這監獄警察大聲地講 哪一個 你這小子 到底有幾個老婆啊 這個犯人就回答 我是犯了重婚罪才進來 小明上班 他的上司問他 小明 你的氣色不好 出了什麼事 小明回答 我昨晚快天亮才回家 正在脫衣服的時候 太太醒過來 問我為什麼起得這麼早 我只好又穿上衣服來上班 笑 今天去煎雪 前面那個男生煎了 兩百CC 才抽到一半 他臉色就成慘白 他突然間講 快 我不行了 趕快給我打回去 在這個春節以前 喜願 能夠柴煙滾滾 目前已經實現了四分之三 我現在變得煙滾滾 柴煙滾滾 柴沒有滾 身材變成煙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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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現在變成煙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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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